欢迎您收听由飘剑为您播讲的《锤吊猪天》 818集 牛角不错呀 快一点快一点 别让那癞蛤蟆几个人尝了心了 这一会儿是三人两腰 急匆匆地向着北风的洞府赶来 为首的一个人按骂癞蛤蟆下手真快 不知道去了还能不能够分到一条腿 一只腰咕咚咕咚地咽着口水 废话 我们要 他癞蛤蟆还敢不给 几个人速度很快 一边赶路一边交谈 北风所在的洞府偏僻 四周也就只有北风这么一间洞府 此刻洞府之中传来阵阵的哀嚎声 还好来得及时 癞蛤蟆你还敢吃毒食 看着洞府破碎的石门 为首的一个人得意洋洋地走入其中 哦 你们也是准备过来尝尝味道的吗 一道听不出喜怒的声音 在三人两腰背后响起 让三人两腰感觉到心脏被一只利爪握住 后背冷汗直流 呱呱 你死定了 居然敢斩下我这舌头 哦 斩下舌头还能够说话吗 我一定要吃了你 一道道惨叫声还在不断地响起 让有些阴暗的环境显得愈发的圣人 出乎三人两腰的意料之外 原本以为此时正在哀嚎的是这个新人 确实没有想到 是蛤蟆腰一行人 此时洞府之中 一滴滴银白色的血液 扑洒在地上 一股子血腥味不断地传来 蛤蟆腰的一条舌头 直接被北风斩断 掉落在一旁 还在不断地蠕动 两只眼睛瞎了一只 大股大股的血液从眼眶之中流淌出来 无形的剑起 缭绕在山口附近 阻止愈合 而两个人类 更是双臂上的血肉 化为了一片片薄如蝉翼的肉片 四散在洞府之内 只剩下银白的骨骼 赫然是被剃掉了 两条手臂上所有的血肉 咕噜 站在洞府门口的三人两腰 咽了咽口水 感觉的有些心计 不不不 只是误会 我们好长时间 没有新人到来了 这次是为了恭贺道友 瞧牵新居的 是啊是啊 几大当家都说了 我们应该相互帮助 团结 一个头上 还扑闪着一对 长长耳朵的妖手 一脸真诚地说着 此言一出 其余几个人对视眼 也是急忙复合 这一行人 三人两腰 领头之人呢 更是用赞赏的眼光 看着那头马腰 好家伙 不愧是马屁精 反应就是快 看着蛤蟆腰一行人 凄惨的下场 后来的一群人和腰 都是见识到了北风的厉害 不敢造次 老子就说嘛 能被关押进来的 有几个是被冤枉的 全他娘的大摸头啊 这小鬼 看似不过十五六岁 没想到 比本大爷还心黑 难道 是我被关押得太久 外界变化这么大吗 牛腰小心地陪着笑 观察着北风的脸色 心里嘀咕着 哦 既然如此 那你们 总不会是空手而来的吧 北风的脸上 表情为之一变 笑吟吟地开口问道 这个 这个 牛腰一群人傻眼了 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鹤里没带 这刀叉呢 倒是带了一副 只是现在的情况 却是反转了过来 四级等人 才是被刀叉加身呢 哦 那就是骗我了 我最狠 骗我的人了 北风的脸色千变万化 立马阴沉下来 毛子开合之间带着煞气 不怀好意地 打量着牛腰等人 至于在一旁 哀嚎的蛤蟆腰一行人呢 没有人去管死活 身为最低修为 都带洞虚境的大腰 与舞者 这点伤势还死不了 最多是吃点苦头罢了 有有有 您稍等 牛腰看了一眼 凄惨无比的 蛤蟆腰一行人 急忙陪笑 开什么玩笑 这蛤蟆腰一行人 虽然是只有三个人 但实力不弱 经常与自己交手 各有胜负 可如今却是栽在 这个小鬼的手中 看样子还是惨败 官便洞府 也就是门口的石门 被打碎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对方轻而易举 以压倒性的优势 击败了蛤蟆腰等人 换作是 与之相差无几的自己 恐怕结果 也无非是 多出几个商号来 当即 三人两腰 走到了一边 嘀咕起来 北风的目光 注视着一行人 让一行人 如芒刺在背 没有考虑过逃跑的意图 马腰 来说祝贺这个小魔头 是你的主意 赫离 你来解决 牛腰一对 谋得瞪大 如同同龄 面色猙獰 能够吓坏小孩的了 牛哥 我 我没有啊 我 我只有 一点续元石了 马腰凌乱了 一对耳朵 使劲地扑闪 那你们呢 不会也没有吧 我告诉你们 要是拿不出 赫离来 那三杀绝 就是我等的下场 牛腰的鼻孔 喷出了两道 带着火星子的浓烟 带着煞气 牛哥 我等被关押进来的时候 差点连裤衩都没有留下 哪里 哪里还有什么贺礼呀 要不我们凑凑 用血缘石 当多贺礼算了 马腰一脸苦涩 早知道自己跑这么快来做什么 这下好了 平白惹了一身骚 你们有多少血缘石 快拿出来 牛腰无奈 也只能够这样了 血缘石 对于众人来说很珍贵 但是 与之被北风折磨一顿比起来 还是破财免灾吧 不然 这点血缘石 可是还不够弥补 自己被这小魔头 折磨一顿之后的 气血亏空呢 一群人凑了凑 居然只有上千颗 不过每一颗呢 都有鸡蛋大小 品质上乘 牛腰一脸陪笑地说 道友 实不相瞒 我等囊中羞涩 也就只有 这上千颗血缘石 还算是不错 还望道友 不要嫌弃 算了 看你们也不容易 血缘石就不要了 不过 我听说 牛腰的牛脚还不错呀 正好 可以做几串 猪子袋袋 北风一脸嫌弃 牛腰松了一口气 认为逃过一截时 画风却是一转 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着 过来 打断我一只脚 牛腰双眼喷火 呼吸粗肿 看着北风那一副 人畜无害的模样 想要翻脸 但是耳边传来的惨叫声 却是让牛腰忍住了 牛腰问声问气地开口 对着其余的 两人两腰开口 马腰嘀咕着 大 大哥 真打呀 我看着都疼 打打打 打断了算我的 牛腰瞪了马腰一眼 此时很无奈 为啥马不长脚 要不就可以换一个打了 文言 这两人两腰都是对视一眼 而后纷纷出手 谁他妈的 让你们打老子的脚了 是脚 头上的脚 靠 牛腰显化出了本体 化为了一头 三米左右长短的 青色的牦牛 两只脚 闪烁着青铜色的光泽 布满了神异的花纹 但是此时 这头牛腰 却是破口大骂 舌头伸得很长 兔抹星子 满天乱飞 请不吝点赞